前一天未還委員會 虐童案專案報告藍綠大戰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將搶先霸占背群台的 民進黨立委吳思瑤 一個雄豹往後拉到牆角 一事撞到牆壁 讓吳思瑤痛得當場大叫 陳玉珍也不甘示弱 犯嗆在演戲 隔了一天陳玉珍依舊酸溜溜 絕對不會很高興地說 好痛 如果吳思瑤委員 自謀地弱的話 以後不要站在那裡 民進黨情派強一點的出來 陳玉珍他不只 從這個動作本身都排定好 可能連台詞都已經想好了 誰是最佳的立法院的演技天后 大家看得很清楚 吳思瑤反嗆 陳玉珍才是演技派 會這樣說不是沒原因 時光倒回四年前 首須三里負責 二零一九年包括陳玉珍在內 幾名燃尾 為了梳洗成案 衝到外交部抗議 黃昭順混亂中把陳玉珍的手 拉到門縫 這一夾陳玉珍痛得大叫 接著還躺上單架 戴著氧氣罩 住進台大醫院急診重症病房 還在臉書PO文聲稱 以為不會再醒過來了 就連當時在競選總統的韓國瑜 還特地抽空到醫院探望 當時被網友質疑 也很大 陳玉珍還在鏡頭前落淚 返回金門時不只走路一拐一拐 身旁家人還不停擦眼淚 而陳玉珍則又住進當地醫院 繼續修養 對於被陳玉珍酸也很大 吳思瑤也在臉書反嗆 我沒有夾到手就住院三天 網友也嘲諷認可陳玉珍的演技 還有人說夾到手就要住院 到底強在哪 藍綠女將全武行互嗆也很大 也讓四年前假手他人的經典畫面 再度重現 三選林凱君 周凱君小組 台北